基辛格百岁访华 非但不是中美关系区缓和的迹象 相反这更加印证了两国冲突的风险正在升高 是局势不断加剧的预兆 大家好 我是原载 让一个在野多年的历史及人物来华 无论是探口风 讲底线 还是防止军事误判 都体现了今天美国政坛无人 今年以来 现任的美国官员对中国展开了超高频度的接历史访问 布林肯 耶伦 克里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谈出实质性成果 只是将毫无意义的政治表演翻来覆去重播 看来美国是真急了 眼瞅着明年就要大选 然而直到现在和中国在最关键的军事领域 依然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 飞机被拦截 军舰被横切 鬼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 让国会老爷惊出一脑门子汗的大事件 贤驴既穷 不得不搬出百岁人锐 这个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排得上号 在美国也资格足够老的基辛格 时节再做一回潜汤式 而基辛格的到来 很快就产生了重量级的外交成果 中国不仅给出了超高规格的外交礼遇 下挂面打核爆弹射百岁寿宴 而且有意思的是 中国首先接待这位老人的 不是管外交的 也不是管经济的 甚至不是管政治的 而是美国人始终搭不上话的军事高层 国防部长李尚福 早在2008年 美国就将时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 列入制裁名单 原因是这位解放军高层主导了 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李部长在获得敌方认证的殊荣后 2009年晋升上将军衔 2022年进入中央军委 2023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这下美国可傻眼了 解除所谓的制裁很尴尬 跟制裁对象交流更尴尬 美国防长奥斯汀想和李部长会谈 连某人都没有 只能假装偶遇在相会简单互动 军事是今天中美两国唯一没有接触 且风险最高的领域 而这其中的台湾问题 又是双方关系核去核从的核心变量 在其他领域和中国的竞争 美国认为都是可控的 但唯独军事例外 因为美国挥刀自攻式的制裁 再值得都不能建理 但建理又是一个刚需 怎么办 只能通过基辛格绕过障碍 补伤和中国接洽 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当下的美国为了摸清中国军事的底线 不惜方法用尽 把百岁长者加上飞机万里奔波 表面风平浪静 暗里波涛汹涌 种种迹象都似乎在不断提醒着我们 中美两军对峙的紧张局面 远比新闻中更加严重 距离兵容相见的最终临界点 其实并不遥远 基辛格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家 他的每一句话都有着丰富的内涵 比如这次来访 在听全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后 他立即说了这样一段 信心量满满的发言 没有啰嗦 全程高能 首先开门见山指出厉害 美中两国都有能力影响世界 美中保持稳定关系 事关世界的和平 稳定和人类福祉 说的更明白一些就是 双方都拥有摧毁对方 同时把世界打回毛皮房的军事能力 两国一旦开战 人类文明都将陷入灾难 接着话锋继续深入 点名了此次来访的主要意图 无论如何困难 双方都应平等相待 保持接触 试图孤立或隔绝另一方 都是不可接受的 什么意思呢 最近这段时间 两国关系十分困难 特别是军事层面 紧张程度不断加重 但是沟通万不能断 一旦爆发国际级 你瞅啥 瞅你咋地 军事上的严重误判 后果是双方都无法承受的 紧接着亮出了此行 前来表达诚意的筹码 基辛格说 一个中国是美国在上海公报中 做出的严肃承诺 相信不会被动摇或背弃 中美关系的核心是台湾问题 是一个中国原则 对此美方会坚守承诺 但是在这句话的尾部 基辛格使用了相信不会 这个耐人寻味的表达前缀 似乎也为日后美国背信弃义 留下了空间 在发言的结尾 基辛格也隐晦地 道出了此行的背后推手 自己虽不担任公职 但关心中美关系 支持近期双方 致力于改善关系的努力 我就是一个美国退休老头 但中美关系 我还是一直在操心的 最近我们国内 有些人想要和中国搭话 但求道无门 以上发言 皆可视为 西宗托我给您带的话 老政治家就是老政治家 滴水不漏之间 把该说的能说的 都做到了精准处级 在官方披露的消息中 双方出了台湾问题 谈话还涉及到了乌克兰 由此我们就可以大致清楚 这次基辛格来访 所要聚焦的话题方向 正是以上两点 东亚和欧洲 而这两个地区 正是美国成就 全球霸权的基础 在布尔金斯基的大棋局中 将这两处高度重视 分别成为民主桥头堡 和远东之矛 二者认损起义 美国将迅速丧失 至高无上的地位 霸权将瞬间烟消云散 很显然 这次基辛格不顾百岁之身 万里迢迢来到北京传话 也依然是希望 能够为美国霸权续命 我们尊重基辛格 然而对于美国 中国态度依旧如昨 国家层面 给予老朋友最高等级的接待 离于程度 甚至远远超出了 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 和财政部长耶伦 但这个体面 是给基辛格个人的 或者说是给那段 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 历史片段的 基辛格访华 固然是个大事 但到底有多大呢 在中国访长会见 美国前国务卿新闻 稿的末尾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与基辛格访华 相提并论的 还有孟加拉国 空军参谋长 汉南的来访 大概就这么大吧 基辛格访华 中国网友是捏了一把汗的 不仅为百岁之躯 还要承担中美外交 破边的任务而唏嘘 更怕这位老人 最为人称道的政治遗产 中美关系 由基辛格开始 也将宿命般的 由基辛格结束 就在基辛格访华期间 中国驻美大使 谢峰在一个安全论坛中 对美国发出了 最严厉的警告 原话如下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中方不希望 世界降下铁幕 也不希望拉下规模 我们比谁都不希望 陷入以牙还牙的 恶性循环 美方迄今将 1300多家中国企业 列入各种制裁名单 导致中方无数人失业 影响无数家庭的生计 中国人民不会无动于衷 中国政府 更不会坐视不管 这番话说的 一阵见血非常深刻 今天的中美两国 基辛格第一次来到中国 一举颠定了美国 后来赢得冷战 成就全球霸业的基础 这次又是基辛格 百岁之际 依然把美国扛在肩上 试图让霸权 像自己一样长寿 然而这回 恐怕要事与愿违 考虑到人体的生理极限 这应该也是 他此生最后一次访华 尽管当下的中美关系极差 几乎是历史级低谷 但无论民间还是官方 都给予了这位老朋友 最隆重的体面 社交媒体上 刷屏时的问候和赞许 官媒报道里 寿宴的饕贴和胜利 都在向世人 传达着这样一个 奇特的事实 那就是基辛格 显然在中国 获得了在美国 所没有的 不对等的巨大影响力 与中国有朋资源 防来的喜庆不同的是 美国国内 却是一片嘲讽和冷漠 美国白宫 竟然针对基辛格的访华 开启了吐槽模式 酸溜溜的说 一位公民 都能见到中国防长 然而美国官员 却不能 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美军印太司令 还顺势抱怨起了中国 说对美国防长的会谈 邀请竟然无视 又是十分遗憾 相信听闻此言 基辛格的心中 也是充满了无奈 逮不动啊 都一百岁了 小辈没有一个省心的 亲自出马 还要被自己人 说成是公款潇洒 所以中美关系 史上最重要的政治角色 基辛格无疑是 值得我们尊重的 但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是时代塑造了基辛格 而不是基辛格 成就了那段宏大的历史 彼时的大环境 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利益 需要合作起来 遏制苏修 没有基辛格 也会有史瓦辛格 而今天 时代的背景板已经变了 随着两个国家 综合国力日趋接近 作为独霸全球数十载的美国 一定会对威胁 自身地位的国家 采取遏制措施 不管这个国家是谁 上一次时代将历史的使命 摆在了基辛格个人的面前 而这一次 时代的大门 在中国十四亿人的 共同注视下 再度缓缓打开 那就好好告个别吧 基辛格的访华 大概率没有下次 与其说是破冰 我更愿意称其为 美国霸权的谢幕之旅 无论中美 都是时候 跟旧秩序挥手别过了